是離開出現到的 因為他說這個不是屬於 深入阿巴西亞沙漠地帶 準備隔天一早發放 導航不見得管用 17年來靠的是愛的GPS定位 好啦 我們就安心 不然我們的野狼追 這裡有狼 又或者這一天頂著艷陽 下一日八度寒風中 為孩童取暖 累了 累了 讓我手都發抖了 可是他還可以伺著腳 約旦東陵發放之公團 最北馬弗拉克省 往南則經過死海 拔得花一個月才跑得完 相隔至少300公里長的發放點 一週內完成 而在29號這一天 還有一項重要任務 集合144位敘利亞相親與 合作醫師參與歲目祝福 真心相待 每一位賓客到來都如好友重逢 就是我們曾經開到19處的那一個 這個也是 不管是約旦或敘利亞或台灣 或甚至來自馬來西亞 我們的志工或者是澳洲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 所以就是要凝聚這樣的一個力量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在這邊 接引更多的人間菩薩 為苦難人付出 有曾被六家醫院誤診 放棄 實際接手重生後的歐薩瑪來到現場 阿慕 阿慕 阿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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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關懷六年 即將移民加拿大的 敍利亞難民 說一聲珍重再見 22年約旦慈濟七位置公兩位置公 少少的人力要關懷這片土地 所有敍利亞難民與貝毒英人 行經之路曾經崎嶇難行 機會反轉人生 原來在苦難的地方 也能夠做一個去付出的人 無窮的希望在這個地方 他有在神耕 應該是可以看到未來在發揚 約旦當區他們已經把路鋪好了 我們只是來心境而已 感謝 一句感恩 越過不同種族與宗教隔閣 黃土大漠上 用愛牽起一家人 大漠新聞 楊韻池謝啟拳 在約旦採訪報導 今天